受访专家说我国必须确保年长群体达到百分之百疫苗接种率 这是因为许多年长者本身患有其他的疾病 如果感染冠病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病症 高龄99岁的珍妮特尽管动过宽布手术 患有心脏疾病高血压和湿疹 依然保持身心活跃 在4月底完成冠病疫苗接种了他 除了产生短暂恶心反胃的感觉 没有出现其他副作用 政府正加大力度鼓励像珍妮特这样的年长者注射疫苗 包括派出流动疫苗接种小组到邻里 让年长者无需预约就可以获得接种 受访专家说 确保年长者施打疫苗并获得保护极其重要 本地最近社区病例攀升 卫生部欲请还没接种疫苗的年长者 尽可能待在家中避免外出